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他模式没有玩 没有玩其他模式头晕 怎么小军对面打野 两进来进也去 不要学技的 他进也去我们学Q 他不进也去我们学W 给两下之后再学技 一级的蜘蛛不太好杀莉莉亚的 谢谢感谢我们清风送出的 铝鱼优相机 上单没有太点燃的 下边是塞拉斯打大虫子 这把前期的话 我们要多往下走 由塞拉斯这英雄的话 前期的话要打架 那我们前期如果说 三级的往下走 能搬到他们就好了 他就可以无限打架 这把上路可以犯一样 主要要搬中路跟下路 中单是没有闪现的 我们直接过去中路打得有点凶 我们才两级的 他没闪现的 就本来想Q是你要Q的 但是后面他距离够了 在暴击QQ是漂亮 收拾 他没带凯旋吗 不知道今天没能搬之处 今天我颜值调的比较高了吧 12秒延迟 下个Q是德马西亚的 差点没学异的 我今天玩一天蜘蛛 我就今天玩了一把岩雀 在韩服的时候玩了一把岩雀 你玩云底上风 我玩单双牌上风不好吗 对不对 酸赢 中路拼得特别凶 继续去 只要他们打一波抓这个下路 我们下路就没问题 先Q他一下 然后A他就好了 他喜欢往下走 追的A 他没有闪现的 等下人前一号 老故意刷这个野怪 闪现了 我先不在 闪现了 做啥装备呢 这把中上全是物理英雄 我有点想出那个 想出巫妖之后我的 下路上两个还行 我想故意刷这个野怪 等对面的蓝刀过来的 结果蓝刀不来 我个人觉得蓝刀可能会过来放个W 然后那边是有视野赛的 他只要过来 我就一塔上Q把Q是拉开跟剑魔的距离 他就打朝鲜去了 这朝鲜我们不去了 往中走 然后再去朝鲜吧 等他翻墙走 去朝鲜 承接掉 一刀了 摸一下 他有一截 可以过来卡 人都给队友拿 我们直接走 我没有 我没有脑袋 放魂 再把一个精神收下 果断一点挺好的 盘森没啥问题的 因为毕竟你俩的话移速比较快 到时候跑了就很伤了 或等到对面的一个剑魔过来就很伤了 对这个版本蜘蛛太强了 基本上是拿不到这英雄 这英雄被搬的概率太大了 咱们去玩中走 我们现在疫情可以破坏隐身的 他开大招没用 双胎带走 我这边是预判他 可能要伤我们的潘森 会躲到屁股后面 再把迪迪亚的红抢一下 就这一阵好了 然后收对面的下路一组野怪经济 把迪迪亚赶到上路去 去吃我家野怪经济 这不我们直接过来了 我们先A他一下砍塔 给疫情 然后帮他打伤害 他可以大虫都可以咬的 疫情还不起 第二球我们值得A他 然后这边Q上去A他就好了 拉开距离 继续 继续 拍个大刀子 然后以后经济可以收获 在这边给疫情 往上闪 然后A他一下就好了 Q 大刀 好 往前走 把他W躲了 去往前走 不要中他疫情 再回去 他意好就没有丢的 再上一步对面的一个ADC ADC有进化的 不知道这波会不会交进化 我们打尽快 其实也挺好的 两个人就算了吧 把装备更新一下 往上走 刚才那个视频叫做 睡沙发的人 那个是电影 这波直接往上靠 给一起来 打一套就好了 直接走 他可以自己杀了吗 就得一直好了 这波想把人头给他的 我不想来上路了 他拿人头的话 可以暴砍对面上单 这野怪还在的 他提前来上路 那我们可以再军训一下上路 我们现在伤害很高的 别小看我们伤害 对那个电影确实拍的好 例子电影 其实很多电影拍的好 就是拍的就是生活 拍的就是现实 所以说才会有很多感触 对吧 这边可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对面上单出来 我们再抓一波上路 先给一间中 没中没关系 这边Q一下往前走 Q完就直接 一起来把他Q夺了 第二区我们就给A就好了 一刀暴击直接砍死 他反正慢慢过去 等个EA带走 把这草虫拿一下 这波我们可以打三只草虫 这样可以叠四只 键膜没有闪现了 可以继续的 那我们要打两只草虫 刚好可以过去 感觉可以打完了 新版本上单 反正你不管是打上中野斧 都加强 他是加强的一个英雄 打任何位置 上单跟中单蜘蛛本来就厉害 打的是战士英雄更厉害 战士英雄本来拿蜘蛛就没什么办法了 还是一样 先锁出一 先QQ 就得一就好了 这边惩戒一下 不急 然后一起来 等下周前Q 有小被动的 一个Q带走 一定不要冲动 这时候很多人的话 可能会E上去A就好了 不能急的 你E上去不需要去A他 你只需要对不对 只需要等下一个Q进去 就可以长差了 无妖之后做一下 然后再买一个以太金破 我们下个装备的话 选择去做一个风暴狂涌 就拿到 配合大招给你了 这大招没大到 他一个人3S不够的 要配合大招才行 没Q到 没E到 可以 真好 放水 对面 跪在卡1了 其实 我动 他距离没卡我好 就是这样子的 火力点有时候也是这样子 蹬不住的 他没大招的 不怕 我们在攀升给大招 那我们就把野外抢了 追 是追不上的 一个Q贼带走 先给E增中 等B线进去就好了 只有我们Q一下 好 直接E闪就好了 没中 E他生闪不起来 A两下也Q追你了 这波A下就好了 杀害太高了 那这边等下蓝刀飞过来 他没有大招的 贵的蓝刀飞过来就好了 他必须要E过来 才能Q到我的 他不能贴点E的话 杀害不够 他只有W翻前过来 然后带AQ打三环 才能杀我 出售装备了 还得100块钱 没注意看经济 这波我们得把虾锅拿一下 这刚好够钱 有风暴的话 跟没有风暴是两个子族 先等下对面的打野 一起还不起 我们让这个人头给队友拿 先Q这个 然后等黑暗收割 AQ带走 这后等个黑暗收割就好了 有黑暗收割 要一秒钟做 才能用第二次 他杀人之后的话 要等第二秒 蓝弹可以出的 这套出装的话 就可以出蓝弹 因为不缺三爱的 红弹也行 红弹的话是三爱最大化 蓝弹的话呢 就是拉扯能力比较强一点 风暴 就来个蓝弹吧 下转弹的话 可以做退身 或者是 引验都可以的 引验的话呢 收割能力会更强一点 退身的话 他属于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比比你要高一点 他有CD 加成一个团队回血 红弹的话 有减速跟三爱加成 就是他比如说 你打一套之后 对吧 他被减速了 小蜘蛛可以多为他几下 然后他减速是LE的 有时候你杠坑 你不需要E起手 你可以先用Q起手 Q减速别人 红弹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个30减速 两秒钟的30减速效果 4秒钟造成一个 4秒钟持续造成一个 就是4%的最大生命值伤害 他是LE的 这个生命值伤害 第二件引验可以的 第二件做风暴的话 装备成型更快 因为引验比较贵 可是路线不平滑 其实现在这个伤害的话 秒谁都是一套直接秒的 除了大虫子以外 大虫子需要两个Q 然后多用蜘蛛型来A几下 也是可以杀的 给队稍微点个信号 陈界会触发灵光披风的 你看一个Q直接秒了 三个技能就秒了 这边是摸层 就在A就好了 别急往后走 AQ带走 这A一下不急 他掉这个人身上 我的天哪 这狼子有大招 不敢惹他 把他退身做一下吧 退身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有CD了 一刀 两刀 哇他没大招的 我刚早点 应该可以杀他的 有大招 一刀 漂亮 风暴有移速 是的 引验的话 他没有移速的 风暴有百分之四的移速 你触发之后的话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增三效果 就是增移效果 他风暴的话 你看 出发之后 可以提供一个 1.5秒的一个 百分之二十五的移速 这样可以让你 接近敌人更快一点 差一点点我杀了 我先解决蓝刀 如果蓝刀刚刚没有大招 我可以先秒蓝刀的 秒了蓝刀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杀其他的 可以一闪了现在 一闪可以改变弹刀的 可以延长距离 比如说你这样一闪 你闪到这个地方 对吧 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 如果说带蓝刀 没必要点水上行走 那个训刃 没有用的 因为移速越到 加到后面越 就是越少 走 提前下来往下走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进去是吧 真是异道 我的天 这怎么移的 好正拿大龙可以结束了 这是最近加强的 最近加强可以一闪了 下个趋势定位赛啊 黑铁5到翡翠1可以上车 黑铁5到翡翠1可以上车 第一把定位 下一个是联盟 就是德马西亚的联盟5却还是4 把这大龙拿一下结束了 我们可以单掉大龙 这龙怎么这么猛 这没卡好了这个龙 没cd 我没cd你们知道吗 没cd打不过他 切形态切不了 我拿个篮包我去跟他打 这波一定能打过的 龙生气的切形态有cd就随便打了 你看有cd他技能的话就不会掉这么多血 推中了 一波下个局 没准备到 没准备到 我q 他打个一伤啊 打个一伤啊 出奇不易的一伤 秒人连招就是 异道 然后 后